中台湾一年一度的社区文化艺术嘉宁华小镇艺术节 日前在水色码头盛大登场 由少族逐鹿市集舞团以及慢会舞蹈团 以精彩的演出来开场 宣告2021年小镇艺术节正式启动 那个小镇艺术节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说中部地区的一个社区 在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 能够把他们一年来的新古的一些 不管是文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色产品 能够在这边做一个呈现 那我们当然也会挑一个好山好水好所在的一个地方 来办理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们今年非常荣幸 能够跟南楼县的鱼池乡合作在 有国际知名度的 然后风光非常明媚的水色码头 跟周边的一些街区 来办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活动能够 让社区的一些优质的产品 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今年准备了很多形态的表演 精彩的演出搭配日月潭的虎光山色 让游客体验到许多乐趣 日月潭这边的虎光山色已经是国际知名 那再加上这个文化迪运 非常感谢文化部 彰化生活美学馆的一个支持跟指导 那能够加深在地的一个各种的农特长 或是各种生活的文化 希望能够把这个能够提供给游客来一个体验 那希望应该一定会增加 对于我们乐坛这边观光的一个吸引力 欢迎大家来乐坛玩 先以为王秋淑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不但有精彩的表演 也结合地方的特色与文化 让更多游客能够借由表演来认识地方 2021小镇艺术节 今天在我们的水色码头来展开 非常感谢我们的文化集 以及我们的国力彰化 生活美学馆的宜官长他们的用心 以及我们的乡公所的努力 在我们的水色码头这边来展开 有很多的活动以及我们的表演 让我们的乡亲以及我们的游客 来这里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的特产 来这边来结合来这里展开 晚上还有高空烟火秀 让我们的游客来这边游玩的时候 不仅来看看我们的这里的舞蹈 以及我们美丽的表演 以及来这里品尝 小镇艺术节今年主题 日月浮雨映像雨池为意象 用艺术装点山水人文 推动艺文与在地结合 以多元展演的方式来亲近大众 王艺人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借由表演让更多人认识雨池香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